接著再做一些簡單小題目 講過這些東西 要嘛就不用算 要算也很簡單 1加4等於2加3 這樣就解決掉了 來 這個就是我剛剛講過有人把它變成公式 有人把它變成公式 但是不需要變公式啦 反正就長這樣 高H長L 然後質量M往下滑 達到的時候速度多少 平常考卷上的題目就是指 都是沒有摩擦沒有損耗 就指很重力 很簡單 就是最高點的位能變到最低點的動能嘛 所以動能加位能等於動能加位能 那就最高點的位能就等於最低點的動能 那位能怎麼算 MGH嘛 那動能怎麼算 1分之1mv平方嘛 所以就這樣相等 那現在高度多少 高度就是H嘛 基值是我要測的 那質量M嘛 等於這樣子 所以就把它1億就知道 答案就長這樣 就是A嘛 我說過有人把它變成公式 不需要變公式 反正想法就是這樣子 動能加位能等於動能加位能就解決掉了 如果你想把公式背起來 我也沒意見 那下一個呢 這個多少 因為它沒有辦法完全整除 所以要你取到小數點第一位 可是事實上你不用算到小數點第一位 你算出來第一個答案 第一個數字3 你就知道答案是A嘛 你算出來第一個答案是6 你就知道答案是C嘛 你算出來兩位數 你就知道答案是豬嘛 所以我們都差很多 所以實際上不需要算到小數點的第一位 就知道答案多少 但做法一樣嘛 就最高點的位能降到最低點變動能 就是剛才的你要帶回去剛才的公式也可以 不然就直接做就好 就是位能會等於動能 最高點的位能會等於最低點的動能 這樣就好 OK 我們要找帥哥還找美女 找美女 找美女叫做12號 12 你的答案 你只要算到小數 小數算第一位知道答案是什麼 B2 請坐下 就剛才講了嘛 衛能變成動能嘛 動能加衛能等於動能加衛能 最高點沒有動能 最低點沒有衛能 設計點衛能是0 所以呢力學能守恆 動能加衛能等於動能加衛能 所以最高點位能mgf 最低點動能2分之1mv平方 然後就往裡面帶數字就好 就往裡面帶數字 質量10 基值9.8 高度1公尺 高度喔 所以是1公尺喔 不是2公尺喔 然後所以2分之1mv平方 2分之1 質量10 然後v平方 然後後面就數學了 1來1去 這你就知道 看就知道4點多嘛 對不對 4是16嘛 4平方16 所以4點多 你就知道答案就是4點多 那個答案 不需要算到 不需要 不需要真的去開平方 然後去算到小數點 第一位不用 看就知道大概就是4 就答案就選B就好了 這就是我們的這樣 好